首先的话这个范例其实就是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工作表里面就是要被查的一个名单 那这个名单里面的话我想知道几件事情 我再先删掉一下 就是到底这个名单是不是黑名单 那总共的话有几个呢 总共Ctrl向下总共有一千个 也就是我要比对的话 有点像两个资料的比对 如果我希望知道说这个范围之内的资料 它是不是在黑名单里面被找到的话 那当然你要被找到的话 那以前你要想说用哪个函数可以办得到 当然如果用Find函数的话 Find函数之前用过啦 可是Find应该没办法这样做 所以呢如果要找的话 基本上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想到有个函数叫Konif 一时一时就上礼拜讲的那个Konif 那这个Konif的话 其实它主要的用法还记得吧 就是游标放在B2里面啦 然后你如果要得到结果的话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就是找到那个 统计类的函数 然后呢找到这个C开头的 这个Konif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其实非常 我是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只要你要把两个范围做比较的话 有没有那个资料的话 那其实都可以用Konif来比较 比如说新旧资料比较也可以用Konif OK 或者是说像我们要查黑名单也是可以 OK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把游标放在B2 也就是要查的这个email的这个右边的储存格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必须给它两个相关资料 第一个资料呢就是range 指的就是黑名单啦 那这个criteria 这个其实就是条件 条件就是说我要比对的就是这个email 所以呢 第二个这个条件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帮我找一下 找什么呢 去哪边找 range的话呢 指的就是黑名单这个工作表 的哪一个范围呢 就是从哪里呢 从A2一直往下找 所以一般是先点黑名单工作表 然后再点A2有没有 然后让它一直往下选 那往下选不是叫你用游标一直往下拉 因为它总共有两万多个吧 所以我是建议先点A2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快速键还记得吧 选到底 Ctrl Shift向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帮我选到底了 那理论上应该会出现A22223这个范围 不过呢 你会发现 如果用这个方式来选的话 那有一个问题 就是跨工作表 所以我是建议先取笑一下 我建议你们可以在清单里面先建一个黑名单 我把它先删掉一下好了 因为刚刚我已经建了 所以你们刚刚看到的结果应该是有的状态 所以它变黑名单 游标放这里哦 按插入有没有 统计里面的Count if 那当然你会发现 Count if 条件是这一个要找 这个 应该是游标放这边 游标放这边 然后插入这个统计类里面的Count if 然后找什么呢 找这个Email 找这个Email 这个是下面这个是找Email 然后范围的话呢 就是黑名单的A2Cntl-Ship向下 Cntl-Ship向下 但是呢 如果你将往要向下填满 记得要把A2的2 跟那个A后面这一个一串 两万两千多 要前面要加钱的符号 可是我觉得只要跨工作表 我是建议就是定义名称来做 所以哦 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我建议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先切到黑名单 把这个范围呢 先定义一下名称 名称叫黑名单 因为刚好在上面嘛 Cntl-C一下 把这个名称对应到底下的范围 所以游标再放在A2 Cntl-Ship向下 也就是说呢 A2到一直往下的这个范围 名称叫做黑名单 所以你把这个名称输入到这边 输入上去说 记得一定要按Enter 把这个名称定义好 那你可以在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 里面看到黑名单 它所对照的范围就是这一个 那将来如果你要存取这个范围的话 你可以按F3 有没有 OK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一个 存取范围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再切回到查询名单里面 这B2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一样的动作 conif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重点就是用conif 那范围就F3 F3的话呢 记得啦 因为我们这边的电脑好像有方权键 所以如果你按F3没反应的话 你可能要先按一下那个 左下角有个FN FN就方权键 再按F3 它就会出现这个 OK 那黑名单 FN就方权 因为我们那个笔电会变成要双切 所以如果你要那个F3的话 一定要加FN键 OK 然后就找到它 范围就OK啦 然后条件的话就它 那将的话好处就是第一个 名称比较简短 二要 而且第二个不需要加钱的符号去锁定 因为它的那个范围就是固定的 好 这样OK之后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如果有找到的话是1 如果没找到是0 1的话就是有找到 其实康义服就算几个啦 那理论上应该只会找到一个项目 OK 那应该没有第二个 因为黑名单里面应该没有重复的啦 OK 所以只会 有找到的话呢 这个就会出现是1嘛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如果没找到就0啦 所以呢 我们未来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那你可以看到向下填满之后呢 它理论上就已经帮你把 一千个名单全部都找完了 找完的结果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1的话 表示它在黑名单里面有出现 但如果是0的话 那就没有嘛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查资料非常快速喔 所以以后新旧资料一样 比如说像两个名单啦 比如说你们可能有加选 可能有退选 然后好像有同学也有中途就退掉啦 因为可能 大部分我看好像因为修太多课吧 还有就是说 跟自己预期的那个课程难度 好像比他预期还要难 所以他就退掉了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些有退掉啦 其实也不用count if啦 如果新的跟旧的比的话 有没有 我就知道说他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是变0了 有新的资料里面就不会有出现他的名单了 OK 所以啦以后反正我建议 你如果假设要比对资料 这个count if绝对是首选的 因为第一个简单 两个参数 第二个的话呢 蛮快的 OK 好 那这样的话 你说老师那这个地方 我如果找到是1 那还有0啊 可是问题我现在只希望 最后的结果 只要有1的部分 不要有0的部分 那怎么样把1跟0分开来看待 那其实当然有几个方法啦 不外乎就是你可以把游标放在B1 然后用资料里面的什么排序嘛 如果Z到A的话呢 那当然如果你排序喔 Z到A结果怎么样 他会把什么1放在前面嘛 0放在后面嘛 有没有 因为Z到A就是由大到小 1比0大嘛 所以Z到A的结果一定 那所以你可以把这些的名单 有没有 把它选起来 有没有 然后Ctrl-C 有没有 然后Ctrl-V贴过来 查询结果就查完了 好 这样你今天的工作就解决了 所以以后如果比如说 常常会需要有那种 因为现在比如说餐厅啦 饭店啦 或者是说一些地方 他可能会需要建立一些黑名单 因为一定会有一些客人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他如果订了位啊 或者说他有个订单 但是如果你没有及时把它找出来的话 那当然会造成这个 作业上的麻烦 有一些人真的就是会有很多状况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及时把它挡下来的话 那会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OK 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人真的蛮奇怪的 像餐厅也是一样 常常之前不是有一些奥克 有没有 那当然你就是 他已经是奥克了 所以你把他的资料呢 但你千万不要把奥克的 他那个影像PO到网路上攻神 对不对 像有一家咖啡地就攻神 结果害自己全会被一心负贫 然后就倒电了 因为他也开不下去了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以克为尊 他如果来的时候 你可以婉拒他嘛 对不对 OK 那你不要跟他直接冲突嘛 OK 但是你要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黑名单 所以以后 我觉得每一个 只要是你营业单位的话 都有必要建立一些黑名单嘛 OK 像这个是网站注册 如果他注册的时候 他已经提供email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过滤出来 这些人是黑名单 不要让他注册成功 这样就事情简单多了 可是如果你不会有这个方法的话 变成你就要用人工的方式慢慢去比赔 OK 当然一定是没有效率 OK 所以刚刚的方式最重要第一个是利用什么 利用康义符 然后把资料查到 然后我们再把游标放在B1里面做排序 不过你会说老师那排序有的时候资料非常非常多啊 然后可能也会非常多资料啊 所以我建议先Ctrl-Z一下 我建议不要用排序 排序是一个方法 但是不是好方法 OK 排序是一方法的选项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最好的选项 所以Ctrl-Z Ctrl-Z就是复原一下 OK 你把它复原一下 如果我不要用Z到A这个方式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再把游标一样放B1 老师我就想 你没有这么多